大家好,我是护兰 其他父母打孩子 那还是有理由的 我们东北有句话叫 下雨天打孩子 闲着是闲着 你下雨天打伞啊 你打什么孩子呢 一到下雨天的时候 我就给我爸端茶倒水的 生怕他闲下来 后来总因为这句话挨揍 就去查这句话来历 这句话是什么 湖南四川那边 那边管鞋子叫孩子 下雨天打鞋子 闲着是闲着 下雨天出不了门 把鞋子好好打一打 晴天不就出门了吗 这是讲逻辑的一句话 传到我们彪悍的东北 一听还能打孩子 太讲道理了 小时候还一样 估计你们也是 我妈出门回来之后 回来摸摸那个电视 热不热啊什么之类 但我妈对我特别的不信任 但我也没有辜负 我妈对我的不信任 特别的不自觉 一摸就是热的嘛 后来我就知道 要给这个电视降降文 那我给电视降文的方法 就是我发烧的时候 我妈给我降文的方法 就跟着学嘛 给电视放时髦巾 拿电风扇吹 还有一次 对着电扇在那擦酒精 但后来我妈没办法 我跟我妈 我妈没办法出门 她又把遥控器啊 藏在家里的某个地方 但基本上她出门半小时之内 我就能把那个遥控器找到 我俩基本处于一个 谁都防不住谁的状态 后来我妈没有办法 她又把遥控器放包里 天天背着遥控器去上班 我也不是擅长 我去家电中心 配了一个遥控器 天天背着遥控器去上学 而且小的时候我们都是一样 你们也一样对吧 父母经常会 你拿其他家小孩比吗 说看看谁家小孩 怎么样子 我小的时候 已经足够的优秀 做到我妈 目击范围之内 最优秀的小孩 我妈常常苦于 不能拿我跟其他家小孩比 直到后来我妈 看到一本书 叫《哈佛女孩刘怡婷》 后来我才知道 这本书给无数的中国小孩 带来终身伤害 就没人 有人没人看过 给你们讲讲那里面的情节 就是那个哈佛女孩的父母 为了训练这个姑娘的注意力 让她双手去抓兵 里面详细记录了 整个20分钟抓兵的过程 什么啊 几分钟 什么好冷 啊 几分钟 什么嘴唇发紫 什么几分钟 啊 注意力终于训练成了 她千算万算 忘记我是个东北小孩 我最擅长的就是抓兵 给我一个兵 我随便一抓 就抓半个小时 抓到后面兵都化了 现在什么注意力 兵化了都没注意到 这个感觉也好笑 而且长大之后 我回家 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 跟我妈聊逻辑了 她经常跟我说一个什么事情 我说妈好像不是这样子吧 她说你是不是顶嘴 我说你说一句 我说一句 这何顶之友啊 我顶得顶之友 她说你是不是翅膀硬了 没法聊的话 我跟她说事情 她跟我说顶嘴 我跟她讲逻辑 她跟我聊翅膀 别人都关心我飞得高不高 只有她关心我翅膀硬不硬 而且 而且长到现在 咱们这个年龄 就对父母已经没有什么要求了 对吧 就是儿女不求 父母为家做到她贡献的 只要不买理财产品 上到受骗 什么都好 我都是特别害怕 那些买理财产品的 因为他们对我妈 比我对我妈孝顺多了 虚蛮温暖也不顶嘴 然后我妈说 你跟人家血血 我说我也不错 对吧 我对我那些客户 也可孝顺了 现在这社会不就这样子吗 每个人都在孝顺 其他人的父母 你看我父亲节的时候 我本来就可以悄悄地 给我爸发条微信 说什么爸爸节日快乐 我为什么要大张旗鼓 他发一个朋友圈呢 就是因为我还有很多 社会上的爸爸嘛 说过来 我真的特别害怕 我妈买什么理财产品 前来任我回家 我妈让她帮我 帮她看一个理财产品 我算了算 年化率110% 我说这骗人的吗 我妈说怎么会 我说这么跟你说 巴菲特忙活一年 就能赚20% 我说你何德何德能 能赚110% 我说巴菲特赚20% 是因为买不到 这么好的理财产品 我说妈你不光是金融鬼才 你是逻辑鬼才 东北金融女魔头 还有人花钱跟巴菲特吃饭 我觉得巴菲特应该花钱 跟我妈吃饭 现在我想明白了 就回家不聊这些不开心的事情 就陪她做她喜欢的事情就好 就回她陪她 看看什么电视剧啊 什么这 真的 她看电视剧有特别的意思 她是这个风格的 她看了三四集之后 就忍不住看大结局 看第四十集 那能看得明白吗 她又倒着看 393837 越看越明白 看得跟解谜一样 死了的人看上全活怪了 好 谢谢 我是互兰 谢谢 大家好 我是互兰 这时候让你们认识一下真正的甲方了 真的 都说嘛 做生活的甲方 我觉得都做不了生活的甲方 就一天都做不了 你们去看 同样是去挤地铁 早高峰跟晚高峰 人的状态都不一样 早上那时候都是 雄心壮志的 别碰我 我要去干翻这个世界 晚上的时候往那一靠 被这个世界干得服服帖帖的 你从他们眼神里 都能看出那种 对生活的绝望 和对世界末日的渴望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 我有过这种想法 就是那个时候 2012嘛 都说是世界末日 那个时候我在美国 刚毕业在找工作 伴随着我找工作的好与坏 那就是我对世界末日的恐惧和期待 这几个面试面目好 就觉得算了 这都世界末日了 干嘛呢 但下一个面试 当你带着面对世界末日的勇气 去面对的时候 那是很恐怖的 就本来面试官问我什么问题 我不会 我说不会 但我可以学 那个时候再问我 我说不会 我心想到这时候了 会个这碗人 还能逃离地球吗 面试官也愣了 说这人啥都不会 还这么横 肯定是有过人之处啊 就录去了 录去了 我在那边待了两年多的时间 周围无数同事被开掉 只有我自愧然不动 不是因为我水平高 我水平两年之后 领导也不知道我到底会点啥 神秘的东方人 神秘的东方人 而且那边上班特别无聊 就是事儿少钱多 很多人矫情 事儿少钱多 你还要怎么的 就你不知道事儿少 但是还要装着自己 特别忙碌的样子 但是比真有活 还要更累的 就你手里没活 要显得自己手里全是活 后来才知道 这在表演里面 叫做无实物表演 太好笑了 我们早上要开战略会议 就每个人站起来 说一些昨天都干啥 一个美国大哥 光光说了十多分钟 我吓得 我说昨天不就坐旁边 咱们一起演的吗 我能说这么多 后来就回来了 感觉要在那边呆废了 因为主要是我国内 很多朋友 在各大互联网公司工作 他们学习速度特别快 在这边学两个月的东西 赶上我在那边 学两年的 但难怪我在那边 竟学表演了 回国探亲 也像个傻子一样 看啥都新鲜 早上网上买了个东西 下午就送到了 我还跟朋友在那边感慨 我说这快递又这么快吗 他们说你说的不是人话 那快递不快 能叫快递吗 回来加班特别忙 水深火热 但是特别开心 就脸上带笑容 还能加班这么好 旁边同事也捧说 这不愧是从美国回来的 职业素养就是高 我们真的效率太高了 就是我回来带一个技术团队 就我所有关于技术的理念 是在那边构建的 一个之前我认为 我需要干两周的活 回来问团队 我说你们大概需要做多久 他们说三天 我说啊 他们说加加班两天也行 中午就那么一点时间 我想玩一会儿手机 看看综艺旁边同事 在那边自我提升 在那边看罗振宇 他搞得我很焦虑嘛 要不然说罗振宇 总在那边制造焦虑 而且罗振宇有这种说词 他说你看好 大家都在午休 现在你选择这个时间来看我 你过几年之后啊 你就跟旁边那些打游戏 看综艺的傻子不一样 你帮人学习帮人学习 你骂我干什么玩意呢 很多人可能很困惑 我说看你这么对 生活积极的样子 应该是罗振宇的忠实信徒 怎么还讽刺上了 我讽刺的不是他这个人 我讽刺的是 劝你按照他们的样子 去生活的态度 努力不努力 是个人的选择 不后悔不抱怨就好 就按照自己的理解 去生活 你就是生活的家庞 谢谢大家 我忽兰谢谢 大家好 我是忽兰 刚才说我不上当受骗 我是不上当受骗 我学金融的 我怎么能上当受骗呢 但拦不住我妈上当受骗 兰都拦不住 我妈 AKA东北金融女魔头 这些年喜欢炒股 赤杀股场十几年 赔的 给你们讲一讲 一开始有人跟他说 你不能把所有的鸡蛋 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你得多买些股票 控制些风险 他听了 买了七八十只股票 他这都不是控制风险 他就是买了个大盘回来 什么军工股 医疗股 有色金属 出点啥事都跟他有关系 天天着急上火 他炒了十几年的股 收益最好的时候 是有段时间他生病了 因为根本没操作 你看嘛 股市里面分什么价值流 分什么技术流 我妈 那就是意识流 你要具体细分 有的时候是下意识流 有的时候是五意识流 女人骂她 说什么事情 喜欢凭直觉 我妈直觉特别好 总能在最贵的时候 买到股票 她跟我说 都是哎呀 股票嘛 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我说妈 你真厉害 这选股票 只买贵的 不选对的 这些年好了 这些年开始不超股了 开始买什么 金融理财产品 我用我的专业知识 跟他说 我说你这样子 你得年花率高低 你得掺和这买 这样能控制这些风险 我妈也听 买了好几种 P2P理财产品 年花率也是有高有低 有110%的 有130%的 别人爆雷就一下 她那爆雷 叮叮光光的 一开始跟我妈说 我说妈这不行 你别买这些东西 她说那个张姐 王姐都买了 我说哪来的张姐 王姐 她说就是一起 炒股了张姐 王姐 一听就知道 是另外两个女魔头 三个人凑了一个三巨头 她开始的时候特别谨慎 说只买一点 上大抽片了之后 赶紧撤出来 结果后来没什么事 放心了 就投了更多的钱进去 结果人家就跑路了 节奏比她还好 然后回来就跟我抱怨 她说 这什么 一开始没什么事 就等我放了更多钱 开始坑我 专门就坑我 就等着我 就专门坑我 我说也不是专门坑你 那张姐王姐也都坑 这段时间回家 开始问我 她说儿子 你觉得那个比特币 区块链怎么样 我觉得我妈 就是上当受骗的风向标 而且这些理财产品 都有一个红利期的 我妈节奏也特别好 就等那个红利期一过 她又进场 开始上当受骗 我从来不买股票 我在证券公司实习过 我知道我搞不了这个 但是我见到过 无数的老头老太太不服 前脚刚跨出菜市场 买完酒菜 后脚就要跨入金融市场 当酒菜 那真是吃啥补啥 而且他们来 还要签那个股市风险协议 你就看着他们颤颤巍巍的那个样子 你觉得他们的风险比股市还大 真的很心疼 我就觉得那么大岁数了 然后一到大跌 我们还要到散屋市去劝他们 我说爷爷奶奶 你们看 大盘曾经也涨到六千多点 跌了一通 七八年也涨坏了 只要你挺住 大盘都会涨坏的 爷爷奶一听都傻了 还要七八年 傻挺住 爷爷奶奶这个身体 怕是跑不过大盘 还是要和大家说 对金融还是有些敬畏心 对吧 这个跟法律医学 是一样复杂专业的领域 你只看见有人对着 什么K线 头头是道 觉得自己是股神 你咋不去医院 对着新店图 跟人头头是道呢 你去看人说你看啊 心跳到这儿 就已经见底了 你别看现在跌停 马上就能触底反弹了 家属都哭了 医生啊 你再仔细看看 这新店图啊 这哪是跌停啊 这都快跌平了 其实啊 金融跟医学是一样 都有一点是一样 就是都是玩的是心跳 为了自己的心跳 别逞呢 好 谢谢大家 我是忽兰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忽兰 今天来开场 开场特别难 你们知道一场脱球演出 开场意味着啥吗 就跟斗地主是一样的 一般先出一个三 试探试探 当然要是后面演员 表现不好 可能连三都要不起 今天主题叫 爱一个人好难 其实这个话题 听上去不光难 还难过 你经常 真的这样的 经常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觉得哎呀 自己一个人好孤单 好难受啊 这时候很多文艺青年 就喜欢听歌 看电影 别听 就去睡觉 听那些东西干嘛 尤其你听歌 听到什么 情了爱了 哇一下就哭了 你都说不光听了 情了爱了容易哭 听个双截棍都容易哭 你听这棍都是双截的 而且有的时候不是男 就是你不知道 如何去爱一个人 我发现男生 从小就不知道 如何去爱一个人 你看小的时候 男生喜欢一个姑娘 他会干嘛 他会去捉弄人家 什么扯人家头发 什么往人身上泼墨水 他往人铅笔盒里面 塞什么毛毛虫 姑娘一打开 哇就吓哭了 你都已经处心积虑 设计了这个环节了 那下一个不说 是不是你应该上去 英雄救美啊 结果他补的 上去跟人家说 单小鬼 自己还挺美 觉得我真是个小鸡丁鬼 我从小就想明白这个道理 我不捉弄女孩子 对吧 我就趴桌上睡觉 安安静静做个丑男子 姑娘睡醒了 看到我觉得 这小孩虽然挺懒的 但很踏实 你看其他人 还有什么特别傻的行为 那时候小男孩 喜欢一个女孩 他会传这个姑娘 跟另外一个人的绯闻 传着传着 传着传着传成真的了 你涂傻的 那时候还没学过 什么催化剂 后来才知道 这种人就是感情中的 二眼花猛 跟他没啥关系 使了一堆劲的吧 产生了一堆化学反应 最后跟他啥关系都没有 后来上中学知道了 长大了 就知道不能通过 捉动的方式来吸引姑娘们 就开始用一些 什么运动的荷尔蒙 你看吧 篮球场上在打球 但凡那边有漂亮姑娘路过 整个球场就开始 有一些过急的举动 一个球就不够用了 开始就说 传我传我传我 你把球传给他之后 他对自己的能力 又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想要去扣篮 那能扣吗 人和球直接扣地上了 对着姑娘就磕了个响头 我们都傻了 追姑娘行这么大礼貌 还跳起来磕头 而且那个时候 为了吸引姑娘 都还什么 还有男生戴什么发带 学F4 F4头小长得帅 大发带好看 我同学那么大个脑袋 那发带戴得跟绷带一样 大家总想在女生面前出风头 结果出的全是洋相 姑娘想看道明寺 结果一个个照四 在那边争取豆艳的 我当时还有一个初中 又160多斤的铁哥们跟我说 他说我也运动好 怎么没有姑娘喜欢我呢 我说姑娘喜欢的是那些 跑得快的踢球好的 不是你这种拔河比赛 站在最后把绳绑腰上的 你这种姑娘怎么夸你 说昨天太帅了 八合比赛 一使劲拉倒了对面 八个小朋友 小的时候觉得傻 长大了之后该正常点吧 没有 你们看我这个长相 都有人喜欢 都有人爱 不是因为姑娘喜欢猎奇 只是因为我正常 就在这个社会 只要你正常 就已经比90%的人强了 真的就你跟其他一群人 同时喜欢一个姑娘 只要你正常得体 你看其他人 全是自杀式袭击 认识每两天 就跑人家楼下 什么点堆蜡烛 弹琴 求交往 你这是在做法吗 还有什么 给姑娘发什么土味情话 知道什么酒最容易醉吗 喝你的长长久久 太恶心了吧 你这酒不光容易醉 都容易吐 啥情话 这都不是人话 而且网上还有什么教程 也特别恶心 就别学那些东西 那天我在网上 看到一篇文章 写了什么 不要学这些土味情话了 我心想终于看到 一篇正常的了 点击去看 不要再学这些土味情话了 快来学习一些新知识 真的是 其实都没用 没有什么教程 就做个正常上就好 刚才欣姐说那个也是 什么不经过人同意 咔咔 拉了一个什么横幅 欣姐还回复人家 我觉得欣姐就是 低估了我们男性的任性 欣姐还拉一个什么 我也不爱你啊 那边再拉一个 你咋不爱我呢 欣姐再发一个 点点点点点点 那边再发你 快告诉我呀 你不租个十来架飞机 根本解释不清楚 真的 就真的求求大家 做个正常人嘛 姑娘是喜欢帅气 幽默文柔的 最重要的姑娘喜欢的是正常的 做个正常人 爱一个人也没那么难 谢谢大家 我是护兰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护兰 我觉得王建国说的挺好的 我觉得王建国已经拼尽全力了 就剩下他输了 其实我跟王建国是很好的朋友 但没办法 比赛特别的残酷 就我们一个多月的时间 很多投球演员已经被逼疯了 但是很多投球演员被逼疯了又治好了 但我们治疗的速度 远远赶不上疯的速度 你们听了是不是特别像一道 那种小学傲处进水出水的问题 以致我们一周能治好三个投球演员 再能逼疯八个 总共全逼疯需要六周 问如果我们努力一周逼疯十个 全逼疯需要几周 我是算比较正常的 很多人还问 说你怎么还挺正常的 我说是因为我从小是运动员出身 他说那你就知道怎么赢了 我说不是 是我知道怎么输 这不是在开玩笑 我从小是乒乓球运动员出身 学的全都是输 运动员们天天要面对输 我用了两年的时间 学会了输球不摔拍子 又用了两年的时间 学会了输球不找借口 又用了两年的时间 学会了输球不哭 这全都是我爸的功劳 我爸从来不会因为我输球打我 他只会因为我找借口打我 后来才想明 我爸这不就是找借口打我吗 体育很残酷的 真的是这样 大人都很难面对输 更何况一个小孩了 当时我们一年一度的 全市平凡球比赛 256个人 我打了整整三天 打到了16进8 最后决胜局 输了两分 输给另外一个小孩 真的 这比赛把我的世界 直接打坍塌了 8岁的我想退役 我爸跟我说 你不想明年再去赢他吗 我说我想 我就努力练了一年 第二年去 发现他已经上初中了 我还在小学 我说爸你骗我 他说你看 他不敢跟你打斗 就上初中了 然后又打 又是256个人 然后又打到了16进8 输给另外一个新的小朋友 就愁未报 又添心愁 一年的努力 就这么复制东流 回家躺床上 我都哭晕了 就醒了之后 想想又晕过去了 这全都是真事 就体育故事 不是童话故事 没有那么多 美好的结局的 卧薪肠胆 忠诚霸业 这都是极少数的 大部分都是 卧薪肠胆 出去被干 回来继续尝胆 最后胆都尝得没味儿了 还没赢呢 你看嘛 什么没赢过NBA总冠军的 没拿过世界杯的 千年老二李宗伟 都不容易 冠军就一个 哪那么好拿呢 我们当时 256个人打比赛 一轮下来 就抬下去 188个在场边哭 最后256个人 没人不哭 这即使打到了决赛 亚军输了 都哭了稀了哗啦 然后冠军 流下激动的泪水 这竞技体育 就是成王败寇 我就根本没有什么 小鲜肉粉丝说 你知道他有多努力吗 我从来 就是真的竞技体育 只要你输了 那是越努力越心酸 我从来不敢 跟我的教练说 我虽然输了 你知道我有多努力吗 教练只会说 哦 这么努力都输了 那是不是智力有问题啊 我从小到大 打平方球 基本没拿过什么冠军 但是每次比赛 问我说目标是啥 我说我将要拿总冠军 后来我去国外读书 寻思跟美国人打打平方球 总归能赢吧 结果碰上的全是中国留学生 可狠了都可狠了 都是在国内拿不到冠军的 我在校队 我入选了校队 我是校队的一号 一号选手 因为我们是一个中国教练 他喜欢用田击赛马的战术 结果出去打比赛 对面也是个中国教练 他也用田击赛马的战术 我跟对面的一号 打得死聚活来的 我不想 随便打打就算了 对吧 打打好像能打得过的 对面也是相同的感受 我俩觉得 我打不过关张 还打不过你刘备吗 旁边观众也看得特别兴奋 快看快看 两个下等妈打成这样 而且现在大家越来越不敢 承认自己想赢嘛 其实就是怕输了的时候 不好受嘛 就想让自己更好受一点 经常还没开始呢 先把台阶准备好了 万一输了 舒舒服服从台阶下来 万一赢了呢 两个台阶卡 一组装就是一个领奖台 还装个 这是哪儿 怎么站上来了呢 台阶有了 自己不愿下来了 我不是 我想赢 我就大大方上告诉大家 我想赢 我甚至都不觉得我是爱托 我觉得我就是爱比赛 我爱战斗 我爱托 我怎么就爱战斗 对于比赛 我不同意什么过程 比结果更重要 什么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 我今天就要说 友谊第一 王建国第二 这点欢喜 欢迎呼喊 大家好 我是忽兰 今天题目叫 笑是生活的解药 就是喜剧节目 总很喜欢搞这种题目嘛 就是夸大笑的作用嘛 就是啊 笑可以治病 笑可以解忧愁 其实就是来骗你们看这种节目的 你们想想看 为什么这个节目 我们放在每周日晚上的八点钟播出 就你再不笑来不及了 工作了 我真的来不及了 我真的比赛比到这个时候 真的已经淡尽良久了 三天之前 比赛三天前 我这稿子还一塌糊涂 傍晚的时候 我跟我爸发微信 我说爸我真写不出来了 把我洗的落马洗澡 发给他了 我爸都没说安慰我一下 他回来我 他说我在外面应酬 等我回去 我给你写一篇 我都没当回事 晚上11点多钟 发了我一个2000多字的稿子 发过来 我特别感动 我说我在节目里面 这么吐槽我爸妈 我还给我写稿子 我说难道这就是 亲情的力量吗 结果一看那个稿子 是我爸吐槽我爷爷的 这都不是亲情的力量 这是喜剧的力量 我给你们讲一小道 我爸写的 我不敢全讲 是因为我爸还想拿 剩下的部分 参加明年的特务小大会 人家听我说 在小的时候条件差 在农村 家里非常艰苦 偶尔能吃一顿鸡蛋酱 我奶奶特别节约 做鸡蛋酱 不舍得放鸡蛋 吃饭的时候 我端上来之后 我爷爷就翻了翻 那个鸡蛋酱 就嘲讽他 说你这鸡蛋酱 做麻烦了 我奶奶说怎么说呢 他说你就应该 往咱家那个大浆缸 里面打一个鸡蛋 咱们天天吃鸡蛋酱 这就是我爸的段子 反正也不打地 好的话 剩下我们就都用了 对吧 我又不傻 但问题就是 我爸给了我这个素材 段子不关键 主要是我给了我这个素材 旁边偷偷修员 看着我了这个素材 都特别嫉妒 对吧 他觉得偷偷修比到最后 居然还要拼爹 真的是 而且我爸这个段子 其实越看越好 我甚至看到了讽刺 我就觉得我爸 就是拿了那个稿子之后 就觉得 哎 你这稿子写的 怎么跟你奶奶 做的鸡蛋酱似的呢 说个偷偷修 怎么不舍得放梗啊 你这偷偷修都写麻烦了 你就找本字典 往里扔一个梗 天天能说偷偷修的 但说实话 这事我真的很感动 就是祖辈父辈 生活这么不容易 我爷爷鸡蛋都搞不到 还不忘记搞笑 这是多大的乐观 对吧 真的 我再给你们讲 我另外一个小事情 我小的时候在东北 我爸有一次来了 一个英国的客户 然后随便吃了两顿饭之后 然后英国人就飘了 觉得说 哎呀 就中国的酒也不好喝 中国人也不能喝 我这两天都没喝多 我爸觉得 这么合理的诉求 应该得到满足 就去跟他喝 零星前还问我 说就咱们东北那些 喝酒的那些 绕口令 什么感情深 一口闷 感情浅 就舔一舔 感情厚 喝不够 感情铁 喝涂血 用英语咋说呀 我哪会 我说就是那个 Don't worry Be happy 然后直接去了 真的那天就喝到位了 直接把老外喝进了ICU 都不是我爸的问题 是因为我爸去了之后 老外光光喝 我爸只是陪着 我爸还劝的是 你多吃点菜 我爸也不会说 我爸只跟他说 Don't worry Be happy 那老外真的是 越喝越happy吗 真的是 最后我觉得 送到了医院之后 我觉得医生看见 这么一个昏过去的 英国人都提估 你知道吗 这么大个英国人 用现代话 就说几个菜 喝成这样 醒了之后 不好意思 我跟我爸第一时间 去医院看他 见到我爸第一句话 就是Oh my God 我还跟我爸反应 一会儿他说 我的神啊 我爸说 哎呀啥什么神的 叫哥就行 说实话 爸那两天 看似云难风轻 其实挺紧张的 他偷偷买了一本 国际法 看看会 会不会产生 一些国际纠纷 说实话 他担心不多余嘛 人家来谈生意的 结果差点 永远地扎根 在这片土地上 你们轻则不合作 重则起诉 你都误会过嘛 结果英国人 特别通行 大家就说没事 都是我自己要喝的 我成年人 我为自己成年人负责 然后我们真不好意思 跟人道歉 哎真不好意思 我们最后为了确保 他接受了我们的道歉 还拉着他喝了一顿道歉酒 真的 这次吸取的教训 特意换了 懂生活更快乐的 老村长酒 喝到那叫一个开心 他问我啥叫 懂生活更快乐啊 我说就是 Don't worry be happy啊 我今天这段 差不多到这就结束了 很多人觉得说 哎 怎么没有说什么道理 这期没有道理 就是两个快乐的小故事 既然听这么多道理 都过不好这一声 还不如笑着就来过这一声 对吧 谢谢大家 我真的 我今天一天坐在那儿 都没站起来PK过 我想轮到我就轮到我了 但是呢 我挺喜欢我自己的 就是有PK来了 我也不怕 就没事不惹事 但是有事不怕事 真的 我特别想给你们展现我的裤子 先给你们展现我的裤子 这是节目做过准备的裤子 他们说显年轻 因为这是后浪 我跟你讲 我去年做的事 除了一些 我去年还在巡演 有朋友知道我在巡演 对吧 对 我去年年级开始巡演 第一站选了我的老家 东北 就想给着东北人民带去一些快乐 去了之后才发现 东北人民根本不需要快乐 短视频跟直播蓬勃发展 表面上已经很难看出 东北老工业积极的痕迹了 唯一老工业积极的痕迹 就是遍地的老铁 我们除了演出 我们还拍纪录片 我们要拍一些东北的民俗 我们去拍搓枣 我说一搓枣好 我就去拍搓枣 后来才知道 是要搓我 我说还去看那搓别人呢 我说那可以 我说这样导演 你就给我穿一个游泳裤 那个打底裤 他说全裸 纪录片真实 我说咱们纪录片的主旨 是真实记录 不是纪录真实 他说没事 后期给你当马赛克 他说你心理负担这么重 是不是怕被认出来 我说一个人在澡堂里面 不穿衣服这么走 还有很多机器拍他 再不认识 是不是也想多看两眼啊 看一看就不就认识了吗 而且在那个场合下 一个人但凡显示出 对你一丁点的认识 你就只能期待他认错了 他说你是那个脱口秀的 那个李旦 我说对对对对 我说眼力真好 这都能认出来 他说还行 不穿衣服就脸显得大了一点 在那一刻我俩都特别的开心 他觉得他见到李旦 我觉得逻辑上 他见到的是李旦 李旦也可能特别开心 啥事没干多了个裸涕 我们都商量好了吗 我们商量好了之后去澡堂 东北澡堂其实挺好找的 就是你开车在城里逛 长得最像教堂的 那个就是澡堂 真的 这都是什么什么 哥特式澡堂 我们上午去的 水池子里面有大爷在那边泡了 大爷一看年轻的时候 就是个狠角色 眼睛里面写满了故事 身上也写满了故事 跟我们讲了一些 那年轻的时候事 纪录片一个都播不了 我说导演 马斯克还是用来挡大爷的脸吧 我不重要 导演也很冲冲 说在这个水池子里面 大爷的脸要挡 身子也要挡 拍出来观众还以为 我们拍的是泥丝污水怪呢 然后去搓档 搓档现在也很有意思 现在搓档 跟你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以前就是干搓嘛 现在你一躺 小哥说咱家有盐搓 奶搓红酒搓 我说你就给我使劲搓 别整这些虚头包了 我说你之前干啥的 他说之前是干烧烤的 我说你这跨度还挺大 你这整的都是我们的核心科技 我说能整的来吗 他说差不多 都是一面弄完了 再翻过来弄另外一面 他看吧 他刚才有摄像机在拍我 他说这还拍着你 他说你是明星吗 我说算是吧 他说你上过节目 我说上过的 而且看的人还不少 好几亿人呢 我说平时酷哥跟你聊天吗 他说聊 我说他们都跟你说啥 他们说就是聊一聊 过去的辉煌啊啥的 我说你闭嘴 摄像机拍我的 你还跟我幽默上了 我们真的是觉得还挺幽默的 就想多拍一会儿 包括什么搓别样 对我拍了半天 发现他只敢跟我幽默 因为我就来一次不来了 其他人是他真的顾客 本来想拍点幽默 结果拍到都是黑色幽默 其实他说这些 其实很多人想象的东北 短视频的东北 其实不一样 其实大部分人的生活 跟我们想象的都一样 就是重复单调 偶尔还有精彩 大部分人也是一样的 虚荣怕事儿 还时不时的会机智 幽默 当我环顾四周 对吧 我还发现 还是我最幽默 好 谢谢大家 老胡来 大家好 老胡来 我觉得老四刚才学完我 我自己有点不会走路了 我们比赛比赛到现在了 我们这组 这十个人还挺强的 对吧 哥哥 建国 彭博 杨丽 刚才他们在那边 巴巴的 跟这个保持距离 跟那个保持联系 我跟你们讲 我们组织十个人 最近就是保持距离 保持联系 真的比赛结束就好了 六个人保持距离 四个人不再联系 其实我想明白了 其实这个大王 跟公司的title是一样的 公司里你们争的那些title 是这样虚无缥缈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 就公司里面 但凡一个老板 可以不给你涨工资 那个title可以随便给的 真的什么经理 VP 可以的话 给你封个九千岁 开心吧 后来才知道 月薪九千不含税 九千 王建国不带洗眼梗 我带 洗眼梗 虽然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真是这样子 而且 听说我前段时间 跟一个同事去聊天 跟他去吃饭 他说他们部门 新去的公司 部门五个人 三个总监 我说你是去理发店工作了吗 刚才庞博还说 去理大人家喝酒 那是不懂技术的 我和我前同事 都已经开始云喝酒了 就一群人用微信 那个头像 一堆人喝还好 就在那边喝 千万不要一对一地 去云喝酒 真的 喝到后面 他一张大脸 我一张大脸 我俩都喝出一种 上坟的感觉 我说我去上座 哎呀你怎么走了呀 现在啥都是云 云喝酒 云蹦迪 云养猫 还有云睡觉 云睡觉就是一个人 直播自己睡觉 然后一群不爱睡觉的人 就看他直播 光光打赏 我开始真不知道 我朋友还问我 我说你知道 那个躺着睡觉 就能赚钱的 是啥云吗 说啊是马云 现在互联网 是啥都能干了 我小的时候不是这样子 我小的时候 家里上小学的时候 条件还可以 那时候可以上网 特别贵 按分钟收钱 一分钟五分钱 一小时三块钱 就我家里条件还可以 当我家上网的时候 把号拨上去之后 我妈把想看的网页 全部都打开 再把网断了 很厉害的话 那时候就会离线阅读了 很多人在说 什么在互联网 什么互联网冲浪 在什么互联网的海洋里面 遨游 那都是极少数的 能够连续遨游的 非常少数 大部分人都像我们家一样 在互联网的海洋里面站一下 然后到岸边干搓 现在的互联网怎么说呢 我觉得我就是个海王 住海里了 天天啥事都知道 真的不知道的事 热搜也会让你知道 你经常看那个热搜 事里的人我不认识 为了了解这个事吧 我还得先去查查这个人 什么刘洋伴藏森林出轨 你们知道对吧 这俩人是谁 我真不认识 我得先去查他俩是谁 然后跟着大家一起去生气 而且我看到这第一眼的反应 真的这是刘洋伴藏森林里 出什么鬼啊 而且最近什么 同卓高考舞弊 别说同卓我不认识 同字我都不认识 而且他这高考出问题 我看了都心慌 这字我都不认识 我也是高材生啊 而且我知道很多人 你们都一样 娱乐圈一半的明星 都是通过热搜认识的 另外一半呢 是通过粗套大会 但基本上 上了粗套大会之后呢 也都会陆陆续续地上热搜 对吧 而且热搜上面是有标签的 就是那个什么营销号 就是那个一个井字的吧 一方面是为了传播 一方面是 现在的互联网 真的是三十个字以上的 就已经不爱看了 一百个字以上 就已经看不懂了 去年就通过大会 就这样节目 我演完一场 然后后来要发微博 工作人员说 你把你的卡段 发在微博上 我就发了 发完之后 那个工作人员说 老实乎乱说 你还要再加个标签 我说加什么标签 他说你再加一个 忽兰太好笑了 我说我忙活了 七八分钟干啥呢 后来还真的因为 忽兰太好笑了 上了热搜 还有人来骂我 是因为他是忽兰人 就我们老家 那个地方的 他以为老家出事了 但这也不怪他 就我们老家忽兰 打扫黑除恶的时候 他们也问我是不是出事了 而且这种骂 其实是讨论问题 我都已经能接受了 就有的时候 那个讨论 根本就是在谩骂 就那种时候 我看这些人 我就觉得 女娃怎么还能 造出这种人啊 女娃心态真好 就我要是女娃 我要造出这种人啊 我就直接拿去补天了 而且我主要 说了这么多互联网 你们以为我要 劝你们少上网啊啥的 其实不是的 你们要是听我的 你们根本看不着我这段 但是我真想说的是 上网没啥 其实就是 照顾好自己的钱包 照顾好自己的时间 你就好了 对吧 谢谢大家 我护兰谢谢 没拍啊 大家好 我是护兰 这一季比赛 对我来说特别艰难 因为周期末就追着我 炒CP 但是我又不想 跟周期末炒CP 我只想跟王建国炒CP 你们知道吗 就我们脱口小演员 炒CP还有名字的 就这么几个破头小演员 炒CP还是有名字的 我之前跟庞博炒过CP 叫兰博基尼 我跟建国还有名字 叫建兰春 这好 这季真的对我来说 太难受了 就是我去年 还留下了一些段子 去年我讲了一些 什么金融理财的 还有很多朋友感谢我 说是因为这些段子 帮他们家里 脱离了金融的苦海 今年年初 还有朋友发我私信 说他爸爸今年年初 想炒原油 就把我的视频 给他爸看了之后 他爸就不炒了 我看完之后 心里就很复杂 因为我自己买了原油 我买原油 真的不是为了什么 写段子体验生活 我就是想抄底 我的几个高台生朋友 真的是研究 什么国际形势 宏观经济 研究了两周 说可以抄底原油 后来就说 亏成这样 我说你们咋研究的 他们说他们在 知乎上面研究的 我们七八个人 还拉了个群 叫超低小队 后来才知道 那是自杀小队 最后面那个群 变成了维权小队 你们知道那一天 就油价低沉 负数的那一天 我们那个群里 就整个就是兵荒马乱 所有人都在卖 没有任何的交易技巧 就是无他 为首快尔 我说你为首快尔 这好像在哪边 课文里面学过 我说就是写咱们的 是卖油翁 我当然知道 这些不能碰了 但就是疫情期间闲的嘛 就有朋友说什么 我不想上班 想待着 别 你就不知道 你不上班待着 得赔多少钱 如果你觉得生活困难 我教你们个风 这是我最近想到的 你就把今年 比如说高考试卷 书里话就拿出来 看一看 你也不能做一做 已经做不了 就看一看 你就告诉自己说 你还曾经会过这个玩意儿 另外你再想想 生活再难 客户老板再刁钻 怎么可能刁钻得过 一个光滑的小棒 穿过磁场 又发热又发电 最后问你功率是多少 真的 真的别让自己嫌弃了 嫌弃还真的 我去年有段时间没工作 然后我就开始作 真的就 我去看展 你说那个现代艺术展 是我这种人 能看得明白了吗 在看展的期间 我对着一个拖把足足 欣赏了五分钟 还没欣赏完 一个阿姨过来 把拖把拿走了 不知道谁放那儿 缺了大德了 看展玩 还玩到什么腰酸背痛 然后我就说 那找个地方按摩吧 我就找按摩 我就会找一个装修 还比较漂亮的店去按摩 进去之后 我会问他 我说 你们这边都有什么项目啊 他大概率会回忧于 他说 我们这边是正规按摩 你先按看这句话 就是我们这边是正规按摩 这句话就是 倒倒绑架 你知道吗 他说完这句话之后 我就不能再走了 你先按看这个逻辑 不管他说 他说 我们这边是正规按摩 我卡扭头就走了 我说 巧了 我找到也是正规按摩了 但我没经验 他说 你要找什么师傅 我说 我不知道没有预约 但你要知道 你一旦说没有预约 他一定找 一天都没伤过这种 力气最大的那一个 那个大哥就是横着出来的 我趴在那差点 给我摁吐了 他说 大哥你轻一点 他说 你实习证给你摁完 你就舒服了 我说 大哥好像摁完你舒服了 对吧 最后摁太阳穴 咔咔咔 特别使劲 他说大哥 太阳穴就别这么使劲吧 他说 你实习证 我说脑子里又没水的 我那一天第一次知道 为什么太阳穴 叫太阳穴 是因为那个大哥 咔咔咔咔 给我使劲上完 我真的在这两个地方 看见两个太阳 后来还没有灯啊 这个有点苛刻 这个太慌了 关键是越讲越慌 你没有灯 我真的还闲到什么 我后来就是琢磨 疫情期间没事 我还减肥 看出来了吗 基本上差不多就失败了 对吧 我就特别喜欢 工匠这种你知道吗 就是一个人要减肥 是需要周围朋友鼓励的 我特别喜欢 工匠这种 一见面就开始说胡话 哎呀你又瘦了 他说你哪瘦了 你瘦了 瘦了 我看在旁边 我坐在旁边 就特别想掏出来一个 秤 争什么 秤一秤 而且说实话 一个人决定开始减肥之后 最难受的不是这个人 是他家里的那个秤 反正我是 我一天得站上去八边 我早上起来之后 我就站上去秤一秤 然后去上厕所 上完厕所过来再秤一秤 再算一算 我突然有一天 翻人行 我说我秤的不是体重啊 方法还是挺巧妙的 当代曹冲 而且真的减肥的时候 到半夜特别难受 饿难受 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喝一杯 蓝喝绵羊奶 营养健康 成人也能喝 古堡古堡 赚钱不容易 这个经济停逝 哎呦我的天 咱不知道吗 就想叫外卖 就晚上饿想叫外卖 心理纠结 叫吧身体不健康 不叫吧心理不健康 躺在那都快舔那个床了 你知道 后来我去查历史 夜宵始于唐朝 人家很合理的吧 然后唐朝人以胖为美 唐朝人太厉害了 控制不了 欲望就改变审美 这还不拍啊 这也不拍 我觉得我就在想说 有一天 我们再也都不笑你们了 真的别再尴尬 讲这些尴尬段子 对吧 我们就说 听头我修 笑什么本事 你憋着不笑才好 对吧 再做一档节目 笑不起来真好看 可能已经做出来了 对吧 真的你看 我就是 经常有人说 我喜欢工作 我不是喜欢工作 就是 我没事的时候 你看我给你找的 自己的这些事 真的不靠谱 有的朋友说 哎呀 你跟生活较近 总保持一个姿态 你该向生活低头 你就向生活低头 你不行 你再抬起来嘛 趁生活不须 你再低下 你再抬起来 我说大哥 你这好像不是 在向生活低头 你这是在向生活磕头啊 好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霍兰 我是真不想PK周启默 因为周启默很厉害 他被誉为 中国脱油的天花板 然后他就找我PK 他就复活 然后一群人来骂我 你说我能说什么 我只能说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是天花板先动的手 开得这么开啊 开得这么开啊 这个事就像 小孩没事 光光踹墙 然后他说 为什么脚疼 我脚疼 他妈过来说 墙坏 墙坏坏 那个墙怎么能欺负人呢 我就是那个墙啊 我一动没动啊 不说 真生气 我就说我自己 我上周过生日了 过了我三十几岁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其实没啥 其实很正常 直到晚上吃饭的时候 我爸妈开始 祝我身体健康了 很多晚上都说 过了三十岁之后 我公司就开始 不忠用你了 机会都留给年轻人 我开始不信 但你看看 今天这个情形 受到重用的年轻人 早已晋级 一群中年人 在竞争一个 可以跟年轻人竞争的机会 老兵不死 他们只会自相残杀 哇 这一段太大了 我真的很羡慕年轻人 就二十多岁 全职说脱口秀 为了喜剧梦想 我三十多岁 我辞职说脱口秀 我心态已经很好了 但有的时候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也会对自己说 轻本佳人 奈何坐走 这网上有那个什么 鸡汤文吧 什么于敏鸿 三十一岁才创立了新东方 张朝阳三十二岁 才创立了搜狐 你急什么急 你说我急什么急 留给我大气板 成的例子都不多了 来劲了来劲了来劲了 熟悉的忽然的恐怖的气息 还是忽然的 我心里还剩下的三道防线 是三十五岁的马云 四十三岁的任正非 跟六十岁的江子牙 而且三十岁的时候 真的跟你小的时候 聊天的东西都不一样了 你们肯定好奇 我跟建国喝酒 平时都会聊点啥 一定是文学啊 梦想啊 不是 我们也会聊社保 有一次我喝多了 我说我真不想干了 干嘛 你要不然还得找别的地方 去交社保 也是啊 感谢社保 维系了我的脱口秀梦想 我跟建国经常有那种 星星相惜 英雄所见猎同的感觉 但是我们学过历史 知道英雄和英雄之间 是不会聊社保的 刘备三顾茅庐 不会是刘备说 来吧 来实现人生梦想 朱亮不来 他来吧 来实现宏祖霸也说 不来 来吧 石宝公尼给你交顶格 朱亮说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和几个中间朋友 前段时间去鬼屋 去鬼屋去玩 真的我发现 在整个鬼屋里面 最淡定的就是 这些中间人了 真的 他知道生活 比鬼屋残酷多了 就那个NPC 那个鬼咔一出来 年轻人吓得四处逃赞 那个中间人 就这么看着那个鬼 就像他们 面对生活的态度 跑不动也跑不掉 你看忽兰的右手 忽兰的右手 穿那个镜子就来了 我拿上来就不对劲 他就一直在那拖着 要不然你就弄死我得了 真的 最吓人的是 我们在那个鬼屋里面 看见个床 我这是干啥的 他说就是那些鬼 有的时候加班太晚了 就在这睡了 所以我在想 现在各种什么鬼屋 什么生化危机 那都不吓人 就应该做一个中年危机 你进去先打卡 进去之后也不黑 就是灯火通明 全是鸽子尖 大鬼小鬼 就在那边加班 没有什么恐怖的音效 就是键盘声 就穿插着什么 叮叮的声音 真的 你还有一些鬼 在工位上骂老板 咱老板真不是人 老板也无所谓 不是那咱就不是人吗 还能看到一些鬼 由于工作疲劳 已经印堂发黑了 疯狂地掐着自己的人中 生怕自己猝死 真的 你跟工作人员说 这太恐怖了 还没有别的场景 带你往里走 咔窜住个小孩 抱你喊 爸爸 爸爸 我要上好学校 那边说 是要买个学区房了 咔 一看张母娘出来了 一边爸爸妈妈出来说 我祝你身体健康 然后一排人说 我祝你身体健康 你说你们是谁啊 他们说 我们就是你的房贷 车贷信用卡的银行啊 我当然希望你一直健康啊 你就崩溃了 你说 啊 这比这刚才那还恐怖 工作人员说 对对对 这就是沉浸式体验啊 我想工作 想加班 我想要福报 你这一套体验完 回到现实生活 你都会爱上上班 去公司 老板说 能加班吧 996 你说鞠躬尽催死而后矣 好 谢谢大家 胡兰 谢谢 大家好 我是胡兰 大家好 大家好 比到这个时候 我们还剩10个人 我有点不相比了 是因为根据我之前 看过那些综艺啊 10个人是可以成团了 成团都好 而且你看 以我们这些人的长相 对吧 这个姿色 建国啊 我啊 那个团名我都想好了 我们就叫美团 后来他跟我说 建国和你 那能叫美团吗 那得叫饿了吗 我们说题目 我们这期题目叫 请别遗憾离场 真的 我还一开始问导演组 我说这是张布洋 给我们出的题目吗 真的 这个题目挺残忍的 而且 我经常会嘛 我一个老演员出来 现在动不动 就说 你作为一个老演员 怎么怎么样子 你们可能想象到吗 我是一个从开始 到现在才说了 第三年的特务秀演员 现在赢给我扣上了 OG的帽子 你们见过一个 三岁多的小OG吗 然后遗憾 我真的觉得遗憾挺好的 就相比你啥都留不下来 你至少还留下了遗憾嘛 我之前在美国读书 一次考试 期中考试 满分100分 我考了5分 我不是不遗憾 是我看着我那个卷子 我不知道从哪开始遗憾 我问第一 91分 就他比我遗憾多了 他看那个卷子 他就觉得说 哎呀 这一道题我要做对了 我就满分了 我就看着我那个卷子 觉得哎呀 好险啊 我这道题做错了 我就零分了 而且他考的 人家考91分 都觉得自己不够努力 我考了5分 我觉得自己有点过于努力了 你们能理解吗 就是达了两个多小时 最后得了5分 教授说交卷的时候 我还在那写呢 后来同学们嘲讽我 说我这用尽了权力 才让考出的成绩 显得毫不费力 年轻人的遗憾 其实大部分就两个嘛 一个是感情 另外一个就是高考 而且高考跟感情 其实很相似 都是一开始信誓旦旦 到后面就只能服从调剂了 而且感情 张安玲说对 感情遗憾在所难免 每个人心中 有一个朱砂痣 有一个白月光 和朱砂痣在一起 心里就想着那个白月光 但有的人不只想着白月光 还想着什么 蓝宝石 黑松露 红浦江 绿巨 真的除了感情 另外一个遗憾就是高考 其实高考的 考不好 其实难过就两个月 因为很快就发现 咱哪玩不是玩的 大学分 985211 那绑八是连锁的呀 只是你会在人生当中 接下来会说一些 没出现的话 什么 哎呀 要是我当初什么 要是我当初好好学英语 要是你当初好好学英语 你就知道这句话 在英语里面叫做虚拟语气 外国人听不懂真假 还用过去式表示虚拟性 不像我们中国人 只要你听到什么 我不是跟你吹 你就知道后面全是虚拟语气 这些是很顶的 你一定好奇 怎么就从遗憾 聊到老外 聊到虚拟语气 不是我跟你吹 想学英语 从小就得上51talk 51talk 在线清潮而英语 有真人外国老师 一追一脚海 现在下载51talkAPP 还免费时停 我当年高考也是失败的 现在我不遗憾 但我是失败的 我失败到什么程度 就是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 我跟我妈在登黄山 我妈非要提前问那个成绩 我说你别问 她非要问 问完之后 我说妈考怎么样 她说你把那个栏杆扶扶好 我说妈你还怕我跳去吗 她说我怕忍不住 把你推下去 后来我妈说 假期多读点书 送了一本余华的活着 对吧 我不知道你们 反正我现在还在做这种 做梦又去参加高考 这种噩梦 我现在大概以每个月一次频率 还在做这种梦 我快成月考了 现在就做这种梦 去了之后摩擦力摩擦力 不会 古诗子古诗子不会 刚开始的时候特别害怕 跟我爸说 爸 昨晚做梦 去参加高考 那古诗子这么写 啥也不会 爸说你都还算好的了 前两天我做梦 做文都没写 他高考毕业都四十多年了 后来我跟我爸说 爸 这高考真的是 咱们能梦鬼啊 他说那天梦演 但实话实说 就我能这样说出遗憾 还挺好的 你看马云就已经 不能像我这样的说 后悔自己高考没考好 因为你听着不像遗憾 像在炫耀 而且他成功之后 越来越难有遗憾 难有快乐 你看我们 努力工作赚钱 买一个随心飞 开开心心 对于马云看来 有什么飞机不随心吗 真的 我觉得他深夜的时候 他也会想到 哎呀 我从什么时候开始 体会不到遗憾和快乐呢 然后慢慢想明白 最后说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创立了阿里巴巴 最后我就想说 遗憾没啥 要是人生真的没有什么遗憾 那才是真的遗憾 对吧 谢谢大家 我是忽兰 从周期末那句忽兰 是男人你就站起来 我一个冲动 就开启了我跌宕起伏的一记 我看过很多历史 也读过很多兵法 在那一刻我还是上头了 后来网上还有人帮我分析 说我又是骨子里 对自己男人身份的不认可 我也没有想到 竟然是为了证明自己是男人 一步一步走到了决赛 真的是有的时候走得太远 差点忘记了自己为什么要出发 我很感谢周期末 逼出了一个更好的我 而他为了逼我 自己用了三条命 还是用到了 最后看到我状态回来 转身离去 因为他知道 有一种爱叫放手 我感谢我这期的坎坷 很多朋友说 忽兰你这期没有那么稳定了 稳定对我来说没意义啊 我要更强 我又不是血压 我要那么稳定干啥 我之前在美国工作很稳定 我还跟美国人学会了上班摸鱼 一起对付老板 我没有觉得我不道德 我觉得我是在事宜长计以至宜 后来辞职回国 倒也不是想把先进的摸鱼技术 带回到中国 就是太稳定了 老板还挽留我 我也不知道为啥 对我这个渔夫这么恋恋不舍 那个时候还有个朋友 在国内创业跟我聊了很久 让我回国一起创业 最后跟我说 你要想有出息你就回国 我看过很多历史 也读过不少兵法 那一刻我还是上头了 我回国创业 拿着五分之一的工资 干着五倍的活 我妈都夸我 她说你真有猪气 她还嘲讽我 她说要不要扫扫你的二维码 支持你创业 后来做了几年之后 赚的是多了 也没那么忙了 但觉得工作变稳定了 又没啥意思了 然后我知道了脱口秀 我发现说脱口秀 连工资都没有 这事不是稳定不稳定 这是刺激啊 刚开始有一天晚上 赶三场开放卖 我妈还问我 她说你这一晚上多少钱 我说三个地方 要不打车 七小黄车的话 六块 真的我就这么一场一场地 熬过了2018 真的很难 你们知道吗 小黄车都没熬过2018 后来慢慢脱口秀也顺了 李大友有次喝酒跟我说 他说来吧 全职说脱口秀 他说你放眼望去 有谁比你强 我看过很多历史 也读过很多兵法 那一刻我还是上头的 我去年在这个舞台的时候 我就是爱战斗 我不是爱脱口秀 我今天才发现 我可能不是爱战斗 我就是爱上头 直到现在 我妈终于坚信我 无论做什么 都是出于爱好 而且可以做得很好 我妈对我现在 已经是盲目崇拜了 假设有一天 我活不下去了 我去路边要饭 我妈看见也会说 你看 我儿子最近喜欢要饭 之前混娱乐圈的 现在混饭圈 他也学习了 我最近开始 看一些佛学著作 我妈终于开始 为我担心了 因为她知道 以我的能力 这个事我也能走得很远 而且她相信 以我的背景 要不然就是把寺庙 搞成欢乐的海洋 要不然就是把寺庙 做上市 然后在这一军盒上 去敲钟 功成身退 大隐隐于股市 刚才我听罗老师 说我其实还挺感慨的 就是我这个 爱折腾的性格 也多多少少 受到罗老师的影响 就我对罗老师 表达热爱的方式 就是在他的直播间里 疯狂买东西 我连面膜都买过 开始还有点不好意思 后来想明白了 我就是骨子里 对我自己男人身份的 不认可 现在年轻人不理解 我这个追星行为 他们都喜欢追那些什么 年轻的帅哥美女 他们看看我 再看看屏幕里的老罗 跟我说 哥你这是倒追啊 他们动不动什么 看看我家弟弟又出了新专辑 我说我家哥哥还欠六个亿 最后我要说一句 罗哥加油 爱折腾的人不会输 大家好 我是乌兰 这比赛太折磨了 刚才我讲完 刚才我讲完 我就觉得 嗯 我可以准备第二轮的稿子了 然后坐那听了一会儿 又觉得 嗯 我还是得准备离别感言 我就背一会儿稿子 想一会儿感言 背一会儿稿子 想一会儿感言 伴随着其他人的段子 想与不想 我的心里 你们可能看不出来 但我的心里就是 大家好 我是乌兰 其实我一点都不遗憾 挺好的 这真的是我最后一篇稿子了 我已经不想再讲道理了 很多人说 听了很多道理 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为啥呢 因为讲道理的人 也没过好这一生啊 你听我去给你讲买原油 听杨丽教你骂男人 听河网志教你几地铁 你咋过好这一生啊 就是没有道理了 真没有道理 我就给你们回顾一下 我这滴开滴走的一记得了 开赛前采访 问我说这期的目标是啥 我说是冠军 后来好长时间 我就觉得那是我离冠军 最近的一次了 我第一期表现一般 但你们要理解 突然被一句 是男人就站起来cue到 站起来之后的那份自豪 骄傲和紧张 我第一期没讲好 就想说第二篇稿子好好弄 第二期稿子我改了33版 结果还不如第一期呢 别说不如第一期了 后来我看了 你还不如第一版呢 这其实跟整容是一个道理的 你们看到了 整了33次容的我 你肯定会觉得 虽然第一版也不咋样 但不管咋说 至少像个人 那期讲互联网 我对互联网的感情 真的又爱又恨 情感非常纠结 但是因为我讲得不好 大家只看到了我的纠结 没有看到互联网的纠结 我恨互联网的地方 就是前段时间 我六岁的侄子见到我 就说 输 来根滑子 我说你想干啥 他说没事我溜的 我觉得再之后值得去考 是考什么刘备括号 老师一定骂的 这是刘备三顾茅庐 不是刘备蹦迪 我虽然很爱看 但我也 我真的生气 而且他们推荐的算法 真的很准 就前段时间给我推那种 小姐姐跳舞的那种视频 其实我是不爱看的 但是由于其他视频 推荐的太准 我在想 是不是我不知道我自己爱看 我每次看到都快速地滑掉 结果越推越多 越推越多 我跟朋友说 我说我都滑掉了 这怎么爱推呢 我朋友说 看几秒再滑掉 代表你不爱看 看见直接滑掉 代表你爱看 但不好意思看 后来我想明白了 可能就是我骨子里 对男人身份的不认可 后面一期 就是经典的那个 何广志反杀局 那次我跟周庆默 互相吹捧 我说周老板 我觉得你能晋级 周庆默说 忽兰 我觉得你能晋级 之后何广志 弱弱地说 我能晋级一下吗 我讲了一个 卖油翁的段子 大家都很开心 之后大老师表示 没有听懂 我太喜欢大老师 太坦荡了 我看到网上有人说 大老师这文化素颜 这课本怎么能忘了呢 但你们可能不知道 大老师14岁 就出来组乐队了 他不是忘了 他可能就是没学到 而且那次之后 我再讲一下 什么带有历史典故的小端子 现场效果很好 因为自从播出以后 在讲那些段子 很多人就知道了 听不听懂懂都要笑 要不然显得没文化 后面几期说的还行 表现还行 一路走到这里 我是不愿意把好的记忆 拿出来说 因为想得像吹牛 我当时把自己失败的 痛苦的记忆拿出来说 因为你想想看 这就是更高级的吹牛 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了 谢谢 太热了 好 谢谢霍杆 还有最后三秒钟 三 二 一 请锁票 霍杆现在感觉如何 现在感觉挺爽的 如释重负 反正都演完了 反正都演完了 真的反正都演完了 那你还要准备一个遗憾 和一个获奖感言 现在 可能就准备遗憾 可能差不多 那也还行了 其实没啥 真的很开心 真的很开心 就演到这里 把自己想说的完 通通的说完 就特别开心了 好 那我们也谢谢霍杆 好嘞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谢谢霍杆 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何广志火 何广志 是让许志胜都看到了 竞军娱乐圈的希望 许志胜 男人看啥的 很坦诚 真的 我第一次看见许志胜 我的感受就是 当时我害怕极了 我说这是三T人 打过来了吗 实话实话 笑话人不如人 我之前一样 我给一个表 名牌特别好的表 做广告 那个表好到什么地步 就是我都买不起 你们见过那种 那个表的代言人 之前什么 吴彦祖 伯扎的皮特 我不知道为啥找我 你们见过那种 名表那种广告吗 就是那种 穿着什么西装 然后要这个样子 表要露出来一点 目视前方 所有人一看他们 哇世界名表 我也这个样 人一看 哇考研辅导 而且你们今天 看到那边 可能还看到 就是还有朱一旦老师 朱一旦老师在那边 在那边 我不知道除了脱口秀 还有什么东西 能让他和我们 这些人比起来 他们说这是行业内角 我说这应该是阶级矛盾 之前我一直不理解 啥是内角 我说啥是内角 有一次我彻底明白了 我在我家楼下 看见两个阿姨在遛狗 一个阿姨对狗说 坐 那狗咔坐下来了 另一个阿姨对她狗说 sit 那狗咔也坐下来了 我看着第一只 要回家学英语的狗 我一次就理解了 什么是内角 就第一只眼神 那个狗的眼神都不是哀怨 是不急 大家都是狗 你这是干啥呢 后来后来 我跟他我就在想内卷的事 我就想内卷的事 我就在想说 是不是很早之前 鹦鹉是不用学人说话的 就是有只鸟嘚瑟 想要自我实现 可能说你好你好 他以为人类听完的反应是 这是鹦鹉 真的是生物学的奇迹 其实人类的反应是 这只会说 那其他的应该也会说 一旦卷起来 都不需要人做啥 鹦鹉说人话 就出现了鸟传鸟的现象 当鹦鹉习惯了 天天得说你好的时候 又有只鹦鹉跑出来说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你知道其他鹦鹉 看到他有多崩溃吗 对着鹦鹉就骂 就你会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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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么会说 我说了吗 很有本吗 很有本 现在鹦鹉已经到什么地步了 我前段时间看视频 有会说北京话的 有会说河南话的 还有会学狗叫的 我说你学这玩意干啥 我看那个鹦鹉 一会儿对着人说人话 一会儿对着狗汪汪汪 给他忙的 我说你是给他俩当翻译呢 我说一个灯都没有 我天哪 我在想说 是不是有些动物 有特殊能力 但是人家不展示 因为人家聪明 而自为聪明的动物 活得最累 你看看那个猴 总被人翻跟头 什么骑轻轻轻 还数数 我看过一个视频 问那猴说 二加三猴子 五 五加五十 看他那个认真的样子 感觉他以为我们人类 真的不会算数 就以为 哎呀 你们人类要是没有我怎么办呀 就觉得 哎呀 实际上我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呢 旁边还有老猴子 教育小猴子 哎呀 你也应该向他 好好学习 长大 你也要去北京动物园 我们一上去 就是这个标准 不用想了 有人说 你说了半天 你有啥好办法 我没有办法 对吧 你们看我这个行为 通过讲一个 讽刺内卷的段子 目的是赢得一个 非常内卷比赛的胜利 无论我赢我输 其实都是内卷的胜利 当然我也给我这个行为 起了个名字 叫莫比乌斯卷 谢谢大家 我是乌拉 大家好 我是乌拉 哎呀 我在外面看 我就在想 看见没有 不要轻易惹 程序员是吧 我刚才在上面看 我就觉得 我老了 我觉得凤凰传奇 怎么这么好听啊 一个题目上倒 其实凤凰传奇 有粉丝其实不意外 但是我在网上 看见有人说 他是增益的维粉 就只喜欢增益 是增益的维粉 然后你知道 增益的维粉 去找喜欢增益的 那个角度 要非常非常刁钻 他说至少增益唱Rap 我们能听得清 这话说的 我唱Rap 你们也听得清啊 关键他不好听啊 不聊我们哈圈 这些事了 今天我们聊职场 我发现现在年轻人 跟以前年轻人很不一样 现在年轻人工作的时候 会思考意义 工作意义是什么 他想不明白 他永远不工作 昨天时间 我在马路边上喝酒 来个年轻人 我说你做什么 他说我是诗人 我就知道没有工作嘛 但咱情长这么高 我说你是那种 一毕业就当诗人了吗 他说是 我说诗人稳定 对吧 至少 赫拉他跟我聊 他说他是东北的 我说那也算是个 边赛诗人了 是吧 然后他后来跟我讲 他说他为啥不工作 觉得啥都没意义 工作也没意义 最后说机动了 他说你说觉得哥 我这人生还有意义吗 我得劝啊 我说还是很有意义的 他说有什么意义 我说有教育意义啊 对我来说都是先做事 再去想这事有啥意义 意义有多大 完全取决 这是能做多大 我刚开始说脱口秀的时候 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上台说脱口秀 可以不用抢票 谁知道一路说到今天 你现在记者在问我说 你当初为什么说脱口秀 我说那是为了把欢乐 带给人间啊 经常是记者没打第一 我说咱暂停一下 我有点感动到自己了 记者说我真没想到你说 脱口秀竟然为了把 欢乐带给人间 我说我也是刚想到的 而且如果你自己 不知道工作的意义 老板会帮你找 这个时候同样一句话 你就会觉得很难听 你们想想看 要是李战跟我说 忽然咱们说脱口秀 是为了把欢乐带给人间 我肯定说我可去你的吧 我是把欢乐带给了人间 但是你把钱带回了家呀 太早了 看着拍灯点有点多啊 都无灯可拍了 李战很聪明 不会说这种话的吧 但是很多大佬爱骂 就是因为他不知道 赚钱和说话 你只能占一样 对吧 所以说现在老板说啥 员工都不信 他说你最近表现不错 是不是想让我多干活 最近表现不好 POA 是不是POA 肯定POA 在员工眼里 就是总有阵想害刁民 所以说做老板就少说话 我干活你给钱 我加班你给加班费 就这么简单 我加班到半夜 你说这是福报 我说然后呢 他说然后好人一生平安 你要这么说 我就来劲了 那我也不干活 月底就拿钱 你也别说我上班消购饭 我这叫职场化缘 化缘 化缘讲究的是一个缘 你老板遇到我 不是我的问题 那是你要度得及 赶好应该是走了 赶好应该是走了 而且你花钱养我 我帮你积功德 这不是我的福报 这是你的福报 而且你能感觉到的 那种洗脑 其实都是失败的 你说这是洗脑 这是失败的 真正的洗脑 都是润无息不生的 我之前家里 我亲戚的孩子毕业 说去了一家科技公司 我说公司做啥子 他说公司规划了很多业务 目前主要是贴膜 手机周边加互联网金融 我听着都不合法 他说老板还给了他股份 我说这你也敢要 他说我们是合伙 我说你们这是同伙 等公司上市了 手里股票值好几亿 我说行吧 他说上市公司 卖壳壳壳 没想到卖的是手机壳 他们发股份 是因为老板没钱 不给发现金 每个月只发股份 因为不发钱 上班迟到什么之间 也没法扣钱 只能扣股份 他妈打电话问他 说干打压 他说多的也没法说 反正上个月迟到 十分钟亏了三千多万 他妈都吓坏 他说你是抢银行 迟到了十分钟吗 反正他积极性贼高 感觉在给自己干活 在奋斗 在做自己的事业 我说行吧 反正干得越好 判得越早 我觉得我这个弟弟 很快就会发现 老板在骗子 然后变得虚无 然后认为 全天下老板全是骗子 然后最后成为一名诗人 年轻人太难了 什么股票齐全 你以为是上天的礼物 其实那是难给的诱惑 所以说 对年轻人来讲 你得自己知道 你自己要啥 我奋斗是因为我想奋斗 不是说老板说 你应该要奋斗 你在职场的这种 世俗的眼光来看 增益二十年了 成长性几乎是零 一直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 呦呦呦呦呦 一直只知道 做自己分裂的事 但是怎么样的 人家活的时间 比很多企业活了多久 对吧 对于老板来说 对吧 即使为了生态平衡 你们也少骗一点年轻人 当狼把羊吃光了狼 就是羊 对吧 好了 接下来我回来 大家好 我是呼喇 听点 有文化的脱口秀 我从来都没觉得我有文化 至少是进脱口圈 这个圈之前 我没觉得我有文化 今天我想聊消费 真的讲一个真事 我的朋友王建国 王建国 不爱车 不爱表 甚至不爱消费 最近上网 被卖菜刀的盯上了 喜欢上了买菜刀跟磨菜刀 他前两天跟我说 后来我昨天磨了一宿的菜刀 后来发现磨反了 我说你是磨成剑了吗 他说哎呀 我就是喜欢磨 是磨得磨磨像薄阳嘛 实话实说 我还不如他呢 我自己最近爱上了买NBA球星卡 就是你不理解是吧 很简单 就是一个纸片上面画着人 我周围朋友也不懂 你们可能想不到 最贵的那种卡片 一张签名的卡片 好几百万美元 但我买的都贼便宜 其实我不懂 为啥一个签名能卖这么贵 二手网站上面 有卖我签名照的 37块7 从50块钱降下来的 50块钱我还收藏了一些 然后呢 二手网站动不动 星程中给我发那个链接 你关注的宝贝又降价了 球星卡 不是球星卡对吧 那是青春 很简单 钻石 钻石为什么那么贵 它是爱情 钻石象征爱情已经很荒谬了 现在不提品牌名字 现在有的品牌打的广告 是一生只能买一次 买这个钻石需要登记身份证 我开始不知道 我说登记身份证 那这是怕我沉迷吗 不管怎么说 对吧 消费主义 你该买还得买 这个对男生说 你该买还得买 你不能跟女朋友说 哎呀我跟你讲 那个钻石跟煤 本质上都是碳 女朋友说 那你跟王毅博 还都是人呢 其实一样 商家其实就是把 一块钱的商品 赋予两块钱的意义 然后三块钱卖给你 我们透休不是吗 我们不值钱 但是快乐很贵 所以票就很贵嘛 所以现在有观众 抢不到票 就会说那种非常伤人的话 忽然两年前 在上海 两块三毛三 随便看 我是说了脱口秀之后 很久才接受了 看我需要花钱的这件事 我直接摆领 程序丸 你随便看 再上一次 看我需要花钱 还是我满月的时候 从我们现在掏出钱 方法太多了 那商家无所不用其机 我前段时间去了一个书店 书店现在都已经开始出书的盲盒了 那一刻我都已经惊了 真的我惊了 我说知识能这么学吗 学啥知识看命啊 命运改变知识啊 我现在就是不敢好任何的东西 爱好太费钱了 很简单 就是你当你清楚了一个东西 好坏之后 你就总想整点那个好的 什么摄影穷三代为啥 就是一起出去摄影 人家掏出个单反 咔咔咔咔在那拍 你拿出个手机在那 他不像话 我之前看过潜水 我想潜水好玩 让我玩潜水 我看了一些潜水装备的价格 我觉得人类就应该生活在陆地上 后来都说还有更可怕 都说现在有潜水摄影 我说这得穷多少代 有爱好不可怕 可怕的是喜欢坚持 因为贵在坚持 我带着我兄弟 王建国的遗志 我自己 我最近这一年 其实我特别喜欢看直播买东西 我在抵抗了一阵子消费主义之后 我也拖墙 打不过就加入 我看李佳琪 我之前看说姐妹们 我感觉就是她是不是歧视我 但后来一看东西这么便宜 我觉得她可能也不是故意的 现在她在说 姐妹们我说我在呢 我觉得现在直播真的就是经济学奇迹 你知道吗 就是很难看到这个东西 就是顾客和商家都觉得自己赚了 就不对啊 有赚有亏啊 你们怎么说那谁亏的呢 都说没看直播的那些人亏了 我自己想想我跟消费主义的关系 很简单 八个字 深受其害 但乐在其中 没法向大家买还是不买 理性 理性就好 谢谢大家 我回来 大家好 我是创 我说是小北好笑 不是我好笑吗 前面播出 受到很多人有反馈 说忽然有文化 哪有啥文化 我跟你讲 啥叫有文化 同学聚会 人都是 我在清华研究量子 我说我在效果研究段子 你说我们导师会的特别多 我说我们导师会拍灯 我们导师不光会拍灯 要是拍的不好 还会挨骂呢 其实我们去想 所谓的学霸 学渣 其实学渣都挺阳光的 学霸有的时候反而挺阴暗的 你看学霸有什么行为 考试还剩五分钟提前交卷 你就不能再待五分钟嘛 学渣提前交卷 那是吹响回家的号角 学霸提前交卷 那是杀人诛心 我本来就没剩几分钟了 我看你交卷 又耽误了一分钟 你们看学霸还有什么行为 考试开始十分钟 他开始就 老师第十题好像少了个条件 老师赶紧看哦 第十题果然少了个条件 就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第十题少了个条件 剩下全班同学都发出 啊的这个声音 一部分同学 啊怎么做得这么快啊 甚至少了个条件 我是怎么做出来的 而且一考完试 学霸还特别喜欢 一起对答案 选B选C吵起来了 学渣快乐多了 最后题我没做 我也没做 咱一样 我之前在美国读书 我就是学渣 真 其中考试满分一百分 我考五分 我跟我妈说考五分 我妈以为我又考雅思了呢 就我这个成绩 美国同学可喜欢跟我玩的 他们觉得 这个中国人挺不一样的 都说光看成绩 还以为你是美国人呢 你看我考五分 我答了两个 题我都看不明白 写得满满当当的 反正我的理念 就说你让我看不懂 我也让你看不懂 卷子发现了 还有那种中国同学 会问那种 只有女朋友 才会问的问题 他说你错哪了 给我吓得 我看全都说 我哪都错了呀 而且提出这么难 是因为班级里面 有数学大神 出的难 是为了区分他们的 结果他们没考住 我考了五分 神仙打架 小鬼遭殃 而且跟我玩的 特别好的美国同学 他考零分 我一般是个位数 其中清白五分七分 他是零分一分 就我这个分数 人家第一反应是 你们这个满分是几分 他那个分数 反应是你这个分数 是不是二斤制的呀 就我俩这样 还去图书馆 通宵去备考 我俩从行为上 叫用功 从物理上 叫无用功 同学都不理解 我们在这 积极个啥劲 他们说我俩 人菜隐的 也不怪他们 学霸去图书馆 天经地义 学渣去图书馆 你最后考那么几分 我还得解释 我无意占用公共资源 说实话 我俩在图书馆 其实真没学啥 就是骗自己 我已经尽力了 跟过年熬夜是一样 都是走个形式 我俩都不是 在图书馆里通宵 我俩就是在图书馆里面 守岁 祈求吉祥好运 我那个美国同学 学着学着打瞌睡了 我说这么快就败起来了 最后摇着 光一个头磕桌上了 把自己磕醒了 我说我也不了解 你们这边的风俗 反正我们这边的神仙 应该是已经收到了 我是咋认识 这个美国同学的呢 就是学渣这件事 互相有雷达的 就第一堂课 上课的时候 我环顾四周 我就知道他也没听懂 我环顾四周 感觉你也没知道 因为其他同学都是 时而皱眉 时而点头 只有他是一副 对知识刀枪不入的表情 大意凛然的 就像那个 去了女儿国的唐僧 不学 贫僧不学 其实对我这种留学生还好 想听不懂 是可以听不懂的 结果美国同学太难受了 全都听不懂 他又啥都听不懂 学着学着 又这样 别的不说 我很佩服他这种 对数学这份前程 最后最后 说到最后 真的是 其实他们最后 让我们顺利毕业的 学校说 这种人不让毕业 留着在图买过年 我今天讲这个 我是学渣的故事 就是现在会听人说 什么 忽兰学霸就文化 我怕我听着听着 自己就信了 我不是他学霸 对吧 我充其量 最多最多就是 毕业之后 没有放弃学习 谢谢大家 我是忽兰 大家好 我是忽兰 想说啥呢 透秀火了朋友们 我也火了 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见 都有人开始造谣我了 有人看见 对我 跟你说说那个事情 就是最近 有媒体造谣我 说忽兰参加火斗 出场飞一小时 在300万到500万之间 你知道吗 这些透抽演员 现在见到我都说 哎呀 添加艺人来了 我觉得造这个谣的人 不是对透口秀没概念 是对钱没概念 说实话 一小时三五百万的活动 我也的确参加过 上坟 那真是个烧钱的活动 在我的努力下 我看爷爷的出场费 一小时的确好几百万 而且刚开始 谣言传出来的时候 我都没办法回事 评论也都是说 哎呀 忽兰 三百万到五百万 是多打个零吧 要不说不不不 是多打了个万 多打个万啊 就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 对我进行了二次伤害 我说这些人真的是 又笑贫又笑长的 后来传着传着不对劲了 有人真信 评论就说 这个人是谁不认识 他应该抓起来查查 我说 原来谣言转发超过五百十 抓我 我都能想象那个画面 对吧 铁丝往后面一只小浣熊 放我出去 我朋友说抓你都是庆幸的 因为网友判案 一般是枪毙 而且得是立刻枪毙 再晚一点枪毙 事情就反转了 评论里面还有人说什么 这个人一看就不像什么好人 听着很生气 但是你把那个文章往上翻 文章配图是李淡 是真的 是真事 你就觉得说的也没错 但最来气的就是 这些营销号 造我的谣 还嫌弃我没名 配别人的图片 整个我们吐鱼界 扣扣托托托 好几个人才凑够了一条谣言 李淡生 我来组成头部 我说 遇到这种事 你见过 人家正经 一人的处理方式 都是什么 已经在写律师函了 等着被起诉吧 朋友问我说 咋处理 我说已经在写段子了 等着听我 可好笑了 其他这些选手都懵了 你知道吗 因为比到这个时候 大家都没东西了 他们说 你们怎么还能天降素材呢 他们说 这事是不是你自导自演的呀 我说行 这两句也写进段子了 后来这件事情实在传得太广太广了 公司的出律师函 屁谣 你们能想象吗 脱口秀也有这么一天 要出律师函 屁谣自己没赚这么多 而且就在出律师函的那一刻 我就认识到了我自己人心中的阴暗 就是有那么一刹那 我不是特别想屁这个谣了 有点舍不得这份虚荣 就像我妈 她还把造谣的文章 发到家庭群里面 她的本意是怕亲戚看见 产生不弃实际的误会 但她发完还正打字要解释呢 群里的亲戚已经开始鼓掌祝贺了 她也不想解释 她的群里发 谢谢大家对我儿子的支持 之前还有人说什么 能抵御金钱的诱惑 太难了 跟你朋友对吧 别说金钱的诱惑 我连谣言的诱惑 都有点抵御不了了 我们劈完腰之后 实话实话还有真的 有那些媒体 他不能假装看不见 他又想吸引眼球 然后就写那个文章标题 实话实话就是 忽兰天价出场费 逗号 效果发声明否认 逗号 但似乎不像空穴来风 我说大哥你说了个啥 老阴阳人了吧 而且你是杨波 一句话三个反转 杨波讲断子 真是一波三折 而且实话实说 这种标题最扯淡 这种逻辑是最扯淡 张嘴就能来吗 什么忽兰天价 效果否认 但苍蝇不顶无缝的淡 忽兰天价 效果否认 但一个巴掌拍不响 这种逻辑 伶牙厉耻的 我也只能想到一句话 对吧 就是你要这么想 我也没办法 对吧 而且最后 其实说实话 我也呼吁不了 什么媒体 少发不实的信息 从根上说 大家喜欢看谣言 其实我想看 我也爱看 毕竟人家说 不传谣不信谣 但没说不看谣嘛 说明可以看 对吧 但就是看的时候 稍微想想 到底合不合理 对吧 但凡有点蹊跷 麻烦你慢点转发 这样子我们屁起来 也不用那么累 对吧 谢谢大家 我是忽兰 哇 哇哇哇 哇我们正 谢谢谢谢 大家好 我是脱口秀 董王 说脱口秀 不一定都懂 但董王 一定会说脱口秀 是吧 董王2020 过得也不好 不说了 不说了 对吧 今年脱口秀 真火了 对吧 线下演出 一票难求 我这天去外地 跟朋友喝酒 喝多了 我说你去上海 我给你弄票 结果人真来了 我没票 演出的前一天 我在网上 买我自己演出的 黄牛票 这已经够荒诞的了 更荒诞的是 我有点买不起 我自己的黄牛票 而且我真的去看 那个黄牛 卖的各个厂次的票 就由我的厂次最贵 其他都没那么贵 然后我还跟朋友说 我说那个 你喜欢看周期末吗 我还跟黄牛讲家 我说便宜 他说 忽兰现在 线下演出少 所以贵 我说你卖票就卖票 不要诈着别人 好不好 而且我们的段子 受到了各行各业的喜欢 真的 现在就是受宠若惊 前段时间 我碰到了 前国租队长 冯潇婷 他说忽兰 我特别喜欢你个段子 有个段子 特别有共鸣 我说哪个段子 他说就是那个 跑不动 也跑不掉 2020 2020真的改变了我们很多生活 就一件事情 你们来看透口学 是要做核酸检测的 你们真的是为了快乐 啥事都能干得出来 我真的 我觉得有一天 听透我以后 要拒掉一条腿 你们蹦着就能过了 谢谢 谢谢 不光是你们 我们讲演出 不光是你们 我也做了核酸 也捅鼻子 很难受的 而且我现在经常去外地 现在基本上七天一捅 而且为了安全 上周还带着我爸妈一起去 大夫看见我们都是 哎呀 全家捅 什么破碗 他怎么能堕落成这样呢 我真的 我胆特别小 我还担心会测出阳性 你说想啥呢 我还去问医院 我说万一万一 我要是阳性 我现在回去 你们到时候会通知我们 他说不光通知你 我们还会通知全国人民 但是这次疫情期间 老年人对这个疫情的态度 真的让我特别迷糊 疫情期间 我妈有一天 趁我不注意出去买了个西瓜 说我喜欢吃给我买的 我说哪怕你出去买龙虾鲍鱼 啥的 你冒死买了个西瓜 我说妈 你知道你冒了多大的险吗 他说可不险吗 人几人的差点没买着 他就是待不住 动不动说出去买口罩 你说他确定了 有在去买吗 家里一共没几个口罩 都让他带出去买口罩 让本不富裕的家庭 雪上加露 最后我实在受不了了 通过协商达成了共识 第一 谁都不许出门 二 没人那么喜欢吃西瓜 三 冰箱里面有啥吃啥 但我家那个冰箱 也是个宝藏冰箱 就里面东西咋形容呢 就跟茅台似的 那真是啥年份的都有 我妈经常拿出来个塑料袋 也看不出里面是啥 说等换了再看吧 换了一看是冰味 除了要和家人一样 我平时就没 一星期间 就在那刷手机 看新闻 看看就哭了 哭完之后人说 这是谣言 我又开始生气 生一会儿去刷 这不是谣言 可以哭 给我气的 我说能不能哭 能不能给个准信的 2020 大家真的过得挺不容易的 我周围有一些 做公司的 做企业的朋友 我都不敢问 就只能通过朋友圈 去了解他们的近块 三月份的朋友圈 还什么加油公司挺住 六月份已经在分享 毛病的消愁了 八月份在分享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 本该灿烂过一生 十月份就是 加油打工人 真不容易 我还有个做企业的朋友 我跟他约好了 我说可以出门的时候 咱们去云南徒步 结果疫情的时候 公司倒闭了 他被陷高了 我不知道 后来之后 我说走啊 咱们去云南徒步 忽然咱们只能徒步去云南了 最后想说 谢谢大家听我捞的这些事 可能这些事 跟很多家庭是一样的 就因为疫情 不得不待在一起 中间有矛盾 有恐惧 又常常为远方 认识的不认识的人 相互担心受怕 希望我们2021 可以远离疫情 快乐生活 谢谢大家 我胡蓝 大家好 我是胡蓝 我现在就有一个想法 就是新的脱口秀大会 快点开始吧 我们好好给大家 好好说脱口秀 不开始 你就会看见 我们到处跳舞 说唱 搞时尚 但我发现 你们好像也不爱看脱口秀 就爱看这个 是吧 太刘烈了 不像 不算 我觉得 今年 除了参加 退休大会之外 我就没干什么正经事 真的都干什么事 带着李旦 还有其他几个同事 开始炒股 回馈社会 就这样 许致上还想跟我炒 我说你算了吧 他说哥 你是嫌我没钱吗 我说老弟啊 你一个红绿色盲 这股股是不是太勉强了 李旦在退休大会上面 说我什么 带着他抄底啥的 是 实际情况是 我一看股票跌了 我说李旦快买 千载难逢 买完第二天 跌得更厉害了 李旦说这咋整 我说人巴菲特说了 别人恐惧 我贪婪 接着买啊 第三天又跌了 别人还恐惧 我们没钱了 然后我们也开始恐惧了 后来我们想明白了 我们和巴菲特 差的是理念嘛 差的是钱啊 而且啊 最近周围很多人 到年末了嘛 开始做的新一年的 个人规划 到年底 明年年底 他们就发现 一件事都完成不了 我说你们想想看 那个四个日历 都撕不到一月底 你还做啥规划 事情能不能做成 跟能力有关 和规划没啥关系 你们觉得 我没拿退后大王 是因为去年没规划吗 还有人说 新的一年 我要出国旅游 那是你的规划吗 那是国家的规划 我感受到拍灯的压力 流行梗 不敢拍 而且我真的发现 一到年底 大家就会做 很多荒谬的事 去年 我不知道你们 记得看不看这个节目 去年跨年的时候 最后一个环节 就是我们把 烦心的事写下来 放进一个塑料小球里面 然后扔在地上 请了一台压路机 把那个小球压碎 就纯物理迷信 就哪怕你烧呢 我奶奶看到 你们这个迷信的方式 是不是不太科学 而且说实话 我就发现 去年跨年上面 有抱怨的那些事 现在都不是事了 问题没解决 但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 去年就在这个跨年上面 我抱怨 我说七天做一次核酸 是不是太频繁了 捅鼻子 鼻子疼 捅嘴行不行 现在看都矫情 前段时间 我天天做核酸 爱捅哪捅哪 最好捅鼻子 省着张嘴了 但我今天 看完他俩那个 开场舞之后后悔了 应该让他们 捅眼睛的 好玩意儿 当然说实话 今年还有开心的事 我今年在节目里面 和丁宁打了全方球 特别开心 未来那场比赛 我还提前训练了 训练 我都问自己 我说忽兰 你这是想赢吗 后来比赛过程 我不跟你们细说 但反正就是 我跟丁宁打完 他就退役了 我就到处说 我打退役 但今年其实 我没少看奥运 有很多人 我跟很多人一样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 反正我真的是那样 就是动不动 就闲人运动员 跑不快跳不高 周围朋友都说 我说人家运动健儿 赛场比拼 你一个亚健儿 这么多话 其实你也不能全怪我 我每天忽视海赫不断练 我能用到手和脚的地方 也就只有直手画脚了 但我其实看那种 白米的比赛 其实还是挺激动的 就看他们破纪录 就觉得和他们同为人类 我很自豪 就那种 虽然我跑不快了 但他们是人类的极限 但实话是说 人类的极限 和科技的极限 其实没法比 因为我就不相信 外星人来攻打地球 他能抓住我 但抓不住苏炳天 除了看奥运 今天还参加了 另外一个全民的运动 就是刷热搜 今天热搜太热闹了 娱乐圈各种 非战斗性简缘 有时候我觉得感慨 我说这怎么 人上了热搜 反而凉了呢 这是什么神奇的物理原理 有的时候我就看 那个热搜上的人 走马灯一样的 上上下下 我就觉得现在热搜 像一座围城 往下的人想上去 往上的人想下来 但其实娱乐圈 还是有亮点 对吧 比如说刘德华 出道四十年 他说我只是 任任工作了四十年 很感人 然后看到刘德华 人家说什么 刘德华已经六十了 我说我都自己 这么老了吗 还有好事 人家说周杰伦 都四十多了 崩五了 我就更崩溃了 我觉得再过些年 大家都老了 朱约伦出歌 就得叫听爷爷的话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听到一段话 是梁海元说的 他说 他说我 我买完股票 就应该把APP卸载 密码给忘了 过几年再看 他说忘掉密码 是最好的财富密码 我觉得他的水平 不比巴菲特差 谢谢大家 我回来